我未來是希望說你們可以很方便 最好是可以直接 像那個直接放在哪裏 Google的話是Play商店 如果是Apple的話 當然你可以上App Store 就是 可能會需要一個上架的 部分 那上架的話當然 Google的話 它是需要註冊 而且會有個註冊費用 我印象中好像 是付一年 永久性的 好像是多少 25塊美 25塊美金的樣子 那現在好像有漲價 那如果你App Store的話好像是每年 每年都要付30塊美金 給那個蘋果電腦 才能夠上架 所以它是有一個 費用上面的問題 所以 這個部分我就不 印象要求大家一定要去註冊 那當然你如果可以 註冊的話 好處就是說以後你可以 放一些App在上面 他現在除了App之外 他還有一些電影跟書籍 那這邊App的部分的話 一堆 你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以我以後的話我希望說 最好是可以 直接就在上面搜尋 一些 比如說文學家 像什麼 比如說徐志摩好了 最好是可以直接這邊說 輸入徐志摩 然後就會有什麼 徐志摩的 他的相關介紹 然後最好他的作品也都放上去的話會更好 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到底 可是問題 像文學性的這些相關東西 到底會不會有人去做呢 其實應該是蠻少的 我們來看一下 徐志摩好了 比如我想要找徐志摩 會不會搜尋得到 有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看一下就知道 你可以看到 徐志摩有沒有 能做App的 最後是發現有 什麼 王將 是什麼 書籍 書籍裡面好像也有 有徐志摩 但是第一個好像就出現了 有 徐志摩 但是底下有個名字 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 OK 也就是說 這地方要點進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 了解 這個作業的部分的話 我是有做個demo 所以這個之前就把它 上傳上去 目前的話 有大概11個評論 不知道多少人下載 我是不知道 我只是做一個 這個demo 那你會發現 這個demo裡面蠻熟悉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netbar 然後上面的話呢 就是 他的一張照片 底下的話放 net view 當然你可以這個位置可以 調換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上面我有個home 有沒有 回首頁 然後裡面的話就針對什麼 他的生平 然後他的家庭 等等的 其實這些資料其實 都是從維基百科 取得的 只是說把這些相關的畫面把它做上去 有沒有 那只是做個demo 讓大家知道說 可以 其實可以利用我們現在講的這東西 真的可以把它做一個app 並且可以上傳上去 並且可以安裝到 每個人的手機上面 以後的話當然不是只有 徐志摩可以做啦 只是說我現在只是拋磚隱喻 可以至少就是說呢 可以 讓 你如果想要查看哪一類的文學家 或哪一類的作品 其實呢 通通都 可以 你會發現 這甚至有人 那個 有人還不錯 就 一些評語 評語 在這邊寫的很喜歡徐志摩 作品 竟然 很像竟然這兩個字 有介紹 的app 而且他兩個人點贊 那我應該把他點個贊好了 三個 OK 自己推一下 不然的話真的 那我剛講過啦像這種東西 應該會蠻少人會特別去做這些事情 只是說我們 這個地方是針對我們這個做這個這個練習 然後我做一個好上架的動作 OK 所以以後的話呢假如你有興趣 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在 畢業之前 你也能夠在 Play商店 Google也可以這個 Play商店也可以搜尋得到你做的App 的話 我跟各位講 這個絕對是你履歷表上面的一個亮點 因為呢 能夠在App Store上面能夠被找到的 這個 這個這個 我想應該對一般來說 你這應該也 蠻 認真的 至少有把一件事給做完 所以我畢業專題 假如說你也可以試試看 只是我剛講 如果你要把他上架的話 你會需要付一個費用 印象中好像是25塊美金的樣子吧 OK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也許可以 試試看吧 最好是可以把我這個 徐志鴻安裝 當成一個 範本吧 那其實我還蠻想把那個李白的App 把它上架 只是說還要再做著把它漂亮一點點 OK 好 這個地方第一個 那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每一頁上面的都會有個回 有沒有一個Home 有沒有這個Home 那這個Home的話呢 該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Home給做完好了 那這個Home呢要怎麼把它完成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Home的話 你回去 有沒有像我們剛剛沒有個Home 就沒辦法回去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每一頁 像這個 這個就沒有 回不去 回不去只能上一頁 如果你已經 跳了很多頁 你必須要上一頁 一直上一頁 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有一個Home在這邊的話 相對的 會是比較貼心的一個設計 那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完成這件事情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主要是針對哪些頁面呢 主要是針對 綠島 跟其他四個景點 的 哪個地方呢 它的那個頁面上面的做一個回首頁的動作 那怎麼做 首先特別注意 完成的 點在這邊 其實 就這 這串文字 然後把它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那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逐步來跟各位講一下 我把它恢復一下 原來這個地方是沒有的 那首先我要怎麼完成這個 增加Home的這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捲動到 這個Page 1 你的那個 游標放這邊之後 請你再轉到這邊來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一個 結束H1的外面 特別說一定要是 H1的 後面或者前面都可以 其實放前面也可以 我習慣是把它放後面這裡 所以特別就點這邊一下 然後再把它點到 結束H1的外面 H1就標題 在這裡的話呢 先輸入一個叫Home Home Home的話是它的名稱 剛好沒電 那再來的話 你把它點回去 點回去之後的話呢 再來 再針對這個Home 做那個什麼 可以把它做超連結 因為我需要把它做個 超連結特別是選舉它 選的話選這邊的Home 超連結的話記得 連結到這邊 有沒有 連結 然後打一個緊 因為要連到首頁的話就Home Enter 當然你現在如果導覽即時一下 你會發現 移到綠島機場 出現一個Home 可不可以回去 可以回去 但問題 我們現在還沒完成 我希望這個按鈕呢 第一個 上面不要有文字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要變成一個icon 就是一個Home的icon 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我先把那個重點 回顧一下 一一 有不要放這邊 記得點到外面 打一個Home 然後再做超連結 試一下 好看喔 好看喔 好看喔